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羽谭的最新动态 近日安喜莹退出了即将开赛的2024韩国公开赛 也退出了8月份的所有国际赛事 连自家门口举行的比赛也不打了 安喜莹与韩国羽邪的关系 目前正处于一种水火不容的状态 谁也不肯向谁低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安喜莹炮轰韩国羽邪在自己 严重受伤的情况下强制参赛 赛后又对自己的伤病不管不问 还调走了自己最信任的助理教练 并且在羽邪训练期间 还必须遵守韩国的前后辈文化 导致自己给所谓的前辈穿球拍线 洗衣服打扫房间 浪费了自己大量的训练时间与休息时间 而韩国羽邪指责安喜莹不尊重长辈 不尊重赞助商坐飞机必须坐头等商务舱 不服从羽邪的管理 为自己拉资源又是要指定的生活教练 又是要指定的随场医师 并否认了安喜莹受伤情况下 强制参赛仪式 眼看着事态变得愈演愈烈 两方人马似乎已经做出了彻底 撕破脸皮一战到底的势头 显然韩国羽邪是不可能服软的 这多没面子连教练都能一下子开除九人 还会怕你一个22岁的小球员 那么留给奥运冠军安喜莹的 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了 第一条路 安喜莹向韩国羽邪服个软 认个错公开道个歉 韩国羽邪会看在安喜莹是奥运冠军的身份上 对此事得过且过 毕竟以后还得靠安喜莹多拿几枚金牌呢 第二条路 安喜莹非常刚面对不公就是不服软 就算退役也不会屈服韩国羽邪的管理 最终无奈赌上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退役 第三条路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安喜莹一怒选择退出韩国国籍 不跟你们玩了 凭借自己的本领 去哪个国家羽邪服役那都是一姐的位置 待遇都比韩国羽邪要好不受这窝囊气了 直接转国籍 安喜莹的这三条路 你感觉她会选择哪条路呢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